其實打到四強,很多獎項已經塵埃落定了 好似我們的鏡頭見到這個詹士諾迪古斯 其實如果他要去拿這個金箱,基本上機會很大 因為這個是湯馬士梅娜,就差一球球 另外就是這個美斯,就差兩球 在決賽中,其實基本上入球的機會很少 占士諾迪古斯,其實他拿這個金箱的機會很大 加上他也有助攻 另外就是,可以跟大家猜一下金球獎,或者金手套 金球獎,其實如果美斯可以拿到這個世界杯冠軍 金球獎一定是美斯 但如果美斯是拿不到,我覺得是諾賓的機會很大 因為諾賓,在今屆世界杯的每一場賽事表現得很穩定 而其實他的表現每一場球,我覺得是在美斯之上 金手套應該是紐亞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很多人都說,金架有很多好門匠 好像墨西哥的澳祖亞,美國的喉活 另外就是智利的鮑和,其實全部的演出都很好 為什麼會選擇紐亞呢? 因為以上提及到的門匠,其實都有缺點 就好像澳祖亞,其實他處理兩邊的環出球 其實是一般的 他的掌控範圍不大,澳祖亞反應快 那你說添古爾那些呢?添古爾只是首十二馬而已 那就是紐亞呢? 人家說,不是啊,他很輕出的 但我都說過,就是紐亞呢? 他每次出來,都是正確 他出得多,不要緊 是每一次錯就行了 每次都對就行了 他多做,就不怕多錯 那這些當然是好東西 另外呢,就是他那個是把關的技術 是一向都是非常之好 就好像一些正面射過來的球 他都不會縮,也都不會向後撞 就是這些基本技術和膽識 就是紐亞世界頂級門匠的稱號 是沒有辦法質疑的 那另外呢,就是一些年輕球員獎 很多人都覺得,年輕球員獎 會不會今屆是詹斯諾迪股斯 不過sorry了,真的說聲 因為詹斯的球迷來說 他拿不到,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要在93年呢 之後出生的人呢 才可以問頂這個獎 詹斯諾迪股斯已經過了 詹斯諾迪股斯是91年出生的 這就不是93年或以後出生 我翻查是93年以後出生 兼有好表現的球員只有四個 包括法國那兩個 就是後衛的華拉尼 和中場的普格巴 或者有些人也是普巴 或者是普格巴 一樣的 就是祖雲達斯那個 華拉尼就是皇馬的後衛 兩個都出生 亦都有名的 另外呢 就是荷蘭的迪比 他有入球 對著澳洲 另外就是坤特路 就是哥倫比亞的坤特路 就是左腰仔 亦都有這個助攻的 這四個球員 基本上是欠這四個獎 如果你說走得最遠的球員 就是荷蘭的迪比 但是迪比之後沒什麼上陣 但入那一球就是軟射很漂亮的 當然普格巴和華拉尼是實力無可置疑的 因為坤特路也是一個好年輕 亦都有潛質的球員 但是呢 如果要猜 通常這些正路猜 通常是有機會給回走得最遠的球員 基本上有可能給回荷蘭的迪比 最後就是這個 夢幻的一個隊伍 就是這個Dream Team 就是這個最佳陣容 這個最佳陣容就是我自己是估計的 你可以不同意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取態 但是門將呢 我就覺得是紐亞 因為紐亞也說過 就是金手套得主 這個是其實挺肯定的 也不用多說了 右後衛方面我選了阿根廷的薩巴列達 因為今年這個薩巴列達他的執行性很強 當然他一向也有助攻力很強 但是剛剛四強比賽那場球呢 你看得到他是不上來助攻的 即是他忍得到 執行教練指示千萬不要上去 如果不是諾賓仔 你那個位就插的了 所以 紐亞特整場都不上 也是有上街的演出 另外左後衛呢 我選了荷蘭的白蘭特 為什麼會這樣選呢 因為我覺得他 在荷蘭的後衛來說 他是最好的一個 當然呢 犯錯還是有些有 也是年輕的 但是呢 他的高空波的 越的長傳能力是不錯的 即是他是比這個 雲佩斯和比諾賓的兩球 在對西巴牙那場球 這個白蘭特是不錯的 也可以打防中 潛質是不錯的 那就是這個中堅呢 我就會選了 是這個大衛蕾斯 當然他入了一球很漂亮的佛球 也有些關係呢 其實這屆呢 其實巴西呢 都是靠他 很多時候 那另外呢 就是 另一個中堅呢 我選了這個 就是 這個是 曉舞斯 或者是 侯舞斯德 多蒙第一球員 那當然跟他 對這個 法國有入球有關 那也都是他 一使了這麼多年來呢 他是 去到四強重要的時刻 犯錯的 那麼他對著這個呢 巴西的比賽 沒有犯過錯 當然巴西沒有什麼壓力給他 那令到他 今屆呢 他暫時是沒有什麼 犯下大錯 那麼中場來說呢 右邊呢 我就選這個 湯瑪士梅娜 都很簡單 因為他入球數很多 而且湯瑪士梅娜 給我一個很大的印象呢 就是他呢 對著葡萄牙入球之後呢 他又完全不會 狂奔去慶祝 這個球員之冷靜 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麼冷靜呢 因為呢 天氣又熱又危 你衝去慶祝就浪費體力 入了球 站定 喊一下就夠了 這些球員的 執行力和冷靜 是超乎常人 另外呢 左邊的翼呢 當時是諾賓 亦都說過今年 是諾賓的大爆發年 還有呢 他的穩定性很強 另外呢 防中就是基迪拉 我覺得 因為小友就是德國最硬正的防中 基迪拉也是帶領德國入到決賽 基迪拉在四強的表也很好 然後呢 另一個進攻中場當然也不需要多說 一定是詹斯仔 詹斯仔究竟會不會有皇馬呢 有待呢 是期待的 他入球球 亦都我覺得是今屆暫時最精彩的 對著烏拉歸合的 前鋒其實呢 兩個都是大家呼之欲出 我覺得尼瑪呢 就是 要應該入選的 因為呢 他在世界盃的初段 必然是巴西的一柱神針 他不可以缺少他 一缺少他又會輸 那尼瑪一定是入選的 還有一個呢 當然就要看他拿不拿到冠軍 看看他拿不拿到金球獎 但我講過呢 就是他呢 就是 就是 未有馬多娜的級數的 如果拿了這次的冠軍 可能在國內呢 美斯哥哥就會有一個球王的稱號 但是呢 我很自私地都覺得 就算他今屆拿了世界盃冠軍 我依然都不覺得他是球王來的 因為他始終呢 一個球王是很全面的 不可以只是低頭 是扭的 當然他的技術很高超 我亦都有可能覺得 美斯的技術可能會高超過馬當娜 但是他影響力是不夠馬當娜大 這個暫時就是我的分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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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